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做得比较精致的便是他托盘中的东西 里面的牌子有些乏案 再仔细一瞅 赫然是银质的 豆腐说完 专锐不冷不热地说 确实是翻牌子 但翻错了 就说万劫不复 什么意思 我不由地看向专锐 他却并没有多说 只是指了指人勇身后 是以众人往后面看 我们目光绕过人勇往后一看 赫然发现 这人勇后面的地道 却是被挖空了的 形成一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地洞 周围的石壁 在灯光的照耀下 则是红彤彤一片 只见人勇后的四壁 赫然被一层油腊做包裹着 而油腊里面 则是红彤彤的火油 豆腐倒抽一口凉气就说 四面八方都是火油 这烧不如意 就得被活活烧死呀 我说 从现在起 不准动明火 不要发出大的声音 不许碰周围的墙瓶 豆腐眨了眨眼 身上脖子往下方看去 只见人勇后被挖空的地洞下方 灯光一照也是一片火油 整个火油池中 有一些梅花庄一样的 方形石柱凸显出来 石柱与石柱之间的间隔 大约在两米左右 看来 我们要想度过这片火油袋 只能通过这些石装 但是让人棘手的是 这些石装有些粗 能够容人坐在上面 有些却细的只能放下半只脚 在石柱间跨越两米左右的距离 本就有一定的风险了 现在其中一些落脚的石柱 连细的一只脚都放不下 这怎么办呢 按照现在的情况 我们根本就过不去 即便手里有碳阴爪这类东西 但墙壁四周都是火油 碳阴爪根本就没有着落点 要想继续前进 唯一的办法便是走在这些梅花壮一样的石柱上 但显而易见 这些石柱不是给人走的 就算猴子走也不一定能成功 闻敏四下忘了我 从墙角处建了一块碎石 砸向前方火油坑里其中一根细细的石柱 便听到嘣的一声 石柱闻丝不动 显得很牢固 而那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则被反弹开 没入火油之中 做完这个动作 闻敏说 看样子这些石柱是安全的 没有什么机关 这个火油坑 就是为阻止盗墓贼前进 否则 就必须得冒生命危险 豆腐器快说 既然是阻止盗墓贼 他们干嘛还竖止些石柱子呀 直接连石柱子也撤了 不给人一点希望 就不是更好吗 白斩姬闻言 虚弱地睁开眼 冷笑说 蠢货 修建木道机关 工人自己也要出入 当然不会完全断了后路 除非地宫里另有密道 专锐闻言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白斩姬的话 就说 看来这居然王牧的结构 十分严谨 并没有密道 所以这火油坑里 才会留有一线生气 说到此处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转而又说 不过 这石柱确实有些奇怪 过去的工匠 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身手 肯定还有其他机关 可以操控这些石柱 此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人勇之上 这地方 除了这个古怪的人勇之外 哪里还有别的东西 豆腐围着人勇转了一圈 从头看到脚 从左看到右 最后得出结论就说 这是个劣质活 毛边太多了 不过 这层颜料挺奇怪的 这一千多年了 也不褪色 这么红艳艳 什么东西来着 专锐辨别了片刻 就说 是朱砂 朱砂 为什么要给人勇 涂上朱砂呀 众人正惊一见 豆腐便大着胆子 伸手去摸 这回我没让他得逞 将他爪子一拍 让他老实点 别动手动脚的 这一拍 豆腐跟着后退 但恰好 那个叫沈浩的 就站在豆腐身后 腰间插着一只小碳铲 碳饼朝前 豆腐这一推 屁股就顶到碳铲上 由于之前怪鱼咬伤 顿时痛得低声哀嚎 整个人往前一蹦 反而直接撞在 那人勇的身上 我惊得差点 没把眼珠子给蹬出来 文明眼疾手快 赶紧将豆腐拉到身旁 但这下也晚了 只见被豆腐撞上的人勇 倒是很坚固 仿佛是被什么定在原地 纹色不动 唯一变化的 便是他身上 那一层红色的朱砂 竟然开始慢慢剥落 便如同裂脂涂料一般 形成了一个个气泡 紧接着纷纷军裂 掉落在地 我本想骂豆腐 但接下来的场面 让我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了 朱砂剥落之后 露出退了色的人勇 这时众人才发现 这个人勇不是泥做的 而是一种 类似于玻璃一般的材质 表面薄薄的一层 内里却是无数的极阔 专锐吃惊 就说 机关果然在这里 只见 通过人勇透明的躯体 可以看到内部 十分紧密的极阔 而最为引人注目的 便是其中有八条铁线版的东西 一头连接着人勇托盘中的银牌 一头则进入人勇 复杂的身体结构中 最终钻入地底 很显然 这八个银牌 便是控制整个机关的关键 这会儿 如果逢鬼手在此 事情就好办多了 只见这八条线绷得很紧 估计只要稍微移动银牌 里面的线便会进行拉扯 在此过程中 那些埋在地下的极阔 就会产生什么结果 谁也无法预测 众人一时间都被这个透明的人勇 给震出了 倒斗的人 懂得破坏机关也是一门手艺 自然见识过一些内部的极阔 但是像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见的 便听中公 心恶说道 这人勇里面原来是机关 这什么材料做的 我看着怎么像劣质玻璃 说着话 他伸手轻轻碰了一下 人勇没什么反应 专锐微微摇头说 不是玻璃 应该是白行土 所谓的白行土 并不是真正的土 而是一种较为少见的 叫山来的动物的牙齿 磨成粉 掺杂在普通的白泥糕里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并会变得晶莹剔透 古时候 有人专门猎这种动物 来做一些珍贵的猪花 现代 已经是极为少见了 豆腐捂着屁股就说 我在这没做吧 就少让我们翻牌子 这时 中公忽然说 豆用烈 你行啊 怎么什么都是你先发现的 他说这话时 脸上带着打趣的神情 显然只是无心之间 我心中却忽然有些纳闷 觉得有些不对劲 一次是巧合 总不能次次都是巧合吧 豆腐面不改色 就说 哪是因为我聪明 好歹我也是个艺术家 你们这会儿人 除了为挖坟洞粗 还会什么呀 没文化 真可怕 专锐不冷不热地说 艺术家 闭嘴 豆腐见专锐发火了 做了缩脖子认怂 我心中琢磨着 中公刚才说的话 但却碍于人多 不好向豆腐多问什么 只觉得满心疑惑 豆腐先是提前发现 机关又看穿 这人有的门道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他知道些什么 不可能啊 他是第一次来聚而忘魔的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猛然间 我想到了失先 想到了豆腐 一直避讳提起了东西 心说 难道是失先的原因吗 转念一想 又觉得失先神志全无 又怎么会告诉豆腐 这些东西呢 物自疑惑见 专锐等几个专业人士 已经开始研究起 这人有内部的机构了 看样子 是想将这个机关 研究透彻 我心知这会儿 想这些也是没用的 并暗暗对豆腐 多留了个心眼 紧接着 就跟着专锐等人 一起去研究 这人有内部的机构 但由于人有表面 这层白行土质地 并不清透 因而内部机构 我们无法看得很仔细 沈那浩就说 要不把表层这一层 弄开吧 中共骂他 没看见里面 线崩得很紧门 一动就得完完了 我们围绕着这人有 观察了半个多小时 依旧是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 我心中一动 想到豆腐之前的表现 便有心试验 对他说 你不是想翻牌子吗 不如你给个建议 该怎么翻呢 豆腐眼神古怪地看着我 指着自己的鼻子 就说 你让我来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信任我了 不是让我别添麻烦吗 这性命攸关的事 我可不敢瞎猜 还是好好研究研究吧 说着 怂了怂肩 爬在地上就说 我睡会儿 你们继续 我真想在他贴着 纱布的屁股上 踹一脚 瞧他这模样 估计我之前也是多想了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接着号 足足耽误了两三个小时 众人都有些焦躁了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机关这东西 你要是不懂 就跟小学生看微积分一样 看一辈子也看不明白 最后只能一咬牙 决定一个个试 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就撤 打定主意 我们几人聚集在托盘前 盯着上面的银牌 文明说 翻哪一个 随便 紧接着 深深吸了口气 伸手捏住了 第一眼吸引我的 那块银牌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手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